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今天雅股都出現了還不錯的反彈 日本跟香港股市漲了400多點 台股中廠也收漲109點收在9816點 幾乎是收在最高點9835的附近 想要量當然不大了 965億 因為外資要放假 今天外資還是賣超了20億 那大概到1月初之前 這個900多億1000億的量 它會是一個常態量 因為外資要放假 就算有賣超 但整體進出金額都不大 所以想要量下降 它是必然的 那內資會主導 所以還是這種型股票為主 那當然就短線來說 我認為還有機會做反彈 因為就像我說的 我說華為事件 只是一個短暫的干擾 反應兩天就差不多了 最終你還是要回歸到貿易戰的部分 那今天為什麼雅股全面做了強力的反彈 就是因為中國跟美國雙方非常的節制 在不受華為事件的干擾之下 已經開啟了談判 那我也說 我認為如果談判得好的話 華為的事件它就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談判得不好的話 華為可能就會很慘 所以它也是要包裹在整個中美談判的一個部分 裡面 我認為這才是一個大事 所以今天我們也看到川普又有一則說法 他說現階段他都沒有去干預 華為的這個所謂的司法事件 但是如果中國跟美國談判的結果非常理想的話 他直接了當的說 他可以針對華為的這個司法事件 做出干預 所以美國的總統 權力真的是很大 在台灣哪個總統敢去干預司法 他大概就被罵翻了 但美國總統可以直接上告 可以直接說你跟我談判得好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干預司法 意思就是說可以讓華為沒事就對了 所以這是題外話 所以回歸到最後還是所謂的中美貿易的談判 那他們都已經見上一面了 那說川普也說中國大陸開始大量採購 大豆 所以這個談判勢必是往好的方向去做發展 不然的話雙方都會得內傷 只是說大家都不講 所以我個人是樂觀的 但12月份行情因為量縮 就像去年我已經給大家看過了 家園只是橫著走 那大概每年年底都這個樣子 所以外資放假本土資金撐大王 中央型股票會非常非常的強勢 它會輪漲輪動輪漲輪動一波波的上來 所以你要去掌握這一個中央型股票的行情 去掌握它一個輪動的架構 那如果每一檔股票可以賺個十幾% 20%甚至三成的話 一檔一檔強勢股 一檔賺完再一檔 一檔賺完再一檔 你要知道說 如果每一個禮拜可以完成十幾二十%的獲利 從現在到過年前 還有快要接近兩個月的時間 你這樣子一輪又一輪 一輪又一輪如果做得順的話 你的操作的資金假設是300萬 到過年前翻個一倍五成 那個是有極高的機會 所以現在就是要很積極的 很靈活的 很有節奏感的 去操作這種最強勢的中央型股票 要操作最強勢的股票 我在強調的是要操作最強勢的股票 比如說順達 上週四 漲3.2% 逆勢創高 之後大盤 一直都不好 它都維持在高檔 禮拜一又創新高45.8 那禮拜二45.4 今天漲盤再創新高46.45元 所以當大盤跌了四五百點的時候 你看到 張老師幫你選股票 它是逆勢往上走 所以你不但避開了大盤跌那幾百點的風險 很多人都虧了不少 但是我幫你挑的股票是 它不但沒有跌 它還抗跌 不但抗跌 還逆勢往上漲 所以今天漲到46塊45 那我覺得短線上有更強勢的標的 所以早上我們就在46塊附近 將此股全速活力出現 那資金當然沒有限制 再投入下一檔 正在加速往上漲的股票 我就強勢股要一檔接一檔 一檔接一檔 每一檔都要是最強的 當它漲到差不多有點開始變慢的時候 我們就再轉到下一檔更快的股票 強勢股就一檔接一檔 大概42塊買 到46塊 賺了4塊多 大概10.6% 那當然就短線來說 賺了10%多並不算很多 但不可否認的 過去這一個多禮拜以來 是大盤最辛苦的時候 是大盤最辛苦的時候 是跌了400多點 快要接近500點的時候 所以股價是逆勢的撐住 往上創高 這已經難人可貴了 所以你有可能是 買我的強勢股 避開了跌 10幾20%的回檔的風險 另外再賺到這10% 來回就差了2030% 所以在行情不好的時候 賺錢的部分可能會比較壓縮一點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賺到 那重點是賺到了再換下一檔 所以就是要拉高勝率 買最強勢的股票 然後一檔接一檔 一檔強勢股 接著一檔強勢股 強勢股賺完一檔接一檔 一檔接一檔 每檔都是最強的 那不只是股價最強 通常我幫你挑的 都是毛利率最強 營運率最強 EPS最強 營收最強 題材最強 技術面從外面都最強 所以股價走起來都非常厲害 所以股價走起來都非常厲害 比如說我長期在我的節目 都已經大概講了10年了 我常在講說台股其實漲價股票是最標的 股市財產量超滿心法 也講得非常清楚 第二條 財品漲價的股票最標 上半年標什麼 標矽金元 標被動影響 下半年到第四季開始標什麼 標IC載板 ABF的載板 跟COF的載板 為什麼 因為產出不足 應用面擴大 缺貨所以漲價 營收好 明年獲利更好 因為還要再漲價 所以這兩個東西 最近就有一些標股 比如說南電 新興 景碩 跟這一檔 易华電 上禮拜五來到107 都是逆勢往上漲 禮拜一108 越墊越高 禮拜二113 到今天再到117 漲6.8% 再創新高 所以 這種強勢股就是說 當大盤在跌的過程 它不但沒有跌到 沒有跌到 它還逆勢往上 而且後面越走越快 越走越快 越走越快 真正非常強勢的股票 那我就說我買的 絕對不只是 幾乎現行強 因為有時候很多投機股 它也很會飆 但是 那如果沒有財報 沒有基本面 沒有時時的營收 沒有時時的獲利 沒有什麼成交量 一般來說 我不太會讓會員去買這種股票 因為我要照顧的會員非常的多 有人的資金是上億 有的是好幾千萬 普遍來說是好幾百 那有的也有比較小的投資人的 幾十萬 甚至一兩百萬的都有 那大家把這麼多的資金托付給我 讓我帶著大家做操作 我所扛的責任是很重的 我可以接受我看錯股價 讓大家短線套牢 但是我們不太能接受說 我們買錯標的 買到地雷股 買到存草做的 結果害大家有一個非常重大的損失 因為當你看錯股價 基本面好 你未來都有機會漲回來 但是如果說你是買錯股票 買到地雷股 那一去可能一去就不復返 所以基本上我們買的都是 最強勢的基本面的股票 那義华店為什麼漲 因為毛利率11.3到14.4 升到20.2足跡往上 幾乎增加一倍半年 盈利率從2.3升到5.2 升到12.1 在半年之內增加10% 11月份營收月增的15% 再創歷史新高 COF的載板 目前因為缺貨 明年預計大概還可以漲 大概10%以上 大概明年上半年的時候 所以從財報 盈利率 毛利率 EPS的走勢 跟營收 跟市場的需求跟報價 都無懈可擊 所以股價在創高的過程 這種股票 你就很容易買得多然後賺得到 那這就是我所謂的強勢股 強勢股不只是股價強 你財報強 題材強 基本面強 那一檔接著一檔 順達 賣完之後呢 再轉金下一檔 一檔接著一檔 每一檔都賺到 累積起來速度非常快 所以這個逸法電的部分 這也是創成的 再來 還有一檔其實非常強勢 昨天掌金板的建設 賺完安利 安利賣在哪裡 賣在昨天的44塊 賣完之後掉下來 找盤轉進建設 又賺了一個掌金板 賺完安利再換建設 就是我說的 強勢股 一檔接一檔 賺完一檔 再換下一檔 賺完一檔 再換下一檔 我手上隨時準備一堆的強勢股 就看誰 在節奏內 先冒出頭 先買先賺 賺到了出掉 看誰準備再冒出頭 再買再賺 賣掉之後 看誰又要冒出頭來 賣掉再買再賺 強勢股一檔 賺完一檔 所以建設主人場 早上再送一個81.7元的新稿 違反收品盤 非常強勢盤 非常強勢 就技術線上來說 這是一個突破形態 我推估啦 應該不用多久 就準備要挑戰這邊 準備要挑戰這邊 那為什麼這麼強 因為毛利率 20.9到27.2 營益率7.1 跳升到14.8 在短短一季之內 營益率也是增加了一倍 代表獲利結構改善的速度 非常非常快 所以你不要看說 現在好像很不景氣貿易戰 一堆公司都掛了 但其實我幫你挑的股票 都是從財報裡面去找 最強勢最強勢的基本面的股票 所以這種股票當它真的在漲的時候 那力道是非常的強勁 EPS 1.48到1.54 11月份的營收 月增的9% 創歷史第三高 幾乎是歷史新高的附近 所以股價是高檔突破 隨時準備分數 所以賺完安利 賺了十幾% 轉進建策 光昨天就已經賺到 今天再創一個小高 尾盤售扁盤 都非常的強勢 所以又回歸到我說的 今年並不景氣 那大家都希望 可以有比較好的薪水 快到年終了 都希望可以 老闆可以發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同胞 就是所謂年終獎金 但是老闆賺錢很辛苦 希望他多發一點 我認為其實是有所困難的 所以我才會說 我們要有股氣 年終獎金靠我們自己賺 如果今天是十月份的鬧行情 什麼東西都在跌 大盤一下子跌了15% ODC跌了兩三成 那除非你放空 不然你要賺錢 很困難 但是跌已經跌完了 現在才剛要進入一個 強力反彈的階段 每年到這個時間點 就是中小型股票 大放益彩 大標特標 做夢行情 做賬行情 財報行情 後面接著財報真空期 一路漲到過年前的紅包行情 這一連串的內置的炒作的 黃金時間點都在這個時候 你不賺真的非常可惜 你認真賺 不用等你的老闆 發年終獎金 靠我們自己 就可以賺到年終獎金 那怎麼賺 就我說的 強勢股 一檔接一檔 強勢股一檔接一檔 所以昨天 賣掉安利 買建設 馬上賺錢 今天賣掉順打 買光環 尾盤又賺漲停板 再來一檔強勢股 一檔接一檔 這真是魅力無法打 當你節奏踩得順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 100萬賺個十幾萬 就變110幾萬 再賺個十幾% 就變成130 下次再賺個20%的話 那個就已經變成150-160萬 再一次就幾乎快到一倍 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當那種強勢股一檔接一檔的 如果你做得順的話 短短兩個月的時間 我就說你資金翻個五成到一倍 那個機會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你要把握這個機會 所以順打賣掉之後再賺光環 今天一買就漲停 一買就漲停 尾盤強拉上去 鎖上 再來一檔強勢股 為什麼要買 因為你看毛利率 從6.8%升到14.3% 升到16.3% 所以產品的毛利率的結構 快速的改善 代表就是說 當初高價的原料 高價的庫存 消化得差不多了 那明年有什麼 5G 5G 為什麼華為 會站起來這麼大 就是因為 華為現在想要主導 全球未來兩年 5G的市場的發展 它要主導那個規格的發展 所以當美國已經 感受到一個非常 大的威脅的時候 開始對華為動手 準備要 減緩 減慢 華為在5G市場的一個發展 所以這裡宣告就是說 5G的時代太近來臨了 所以各種基礎建設 網通設備 為了要配合更高的傳輸速度 通通都在升級 所以光阶產業 也將會被帶動起來 所以最近股價的強勢 是有道理的 所以你要去 在年底買什麼 要買隔一年 最有夢 最有趨勢的新的股票 所以光線的部分 在這邊為什麼會漲停板 我想就是這個道理 當然可以買的標的很多 那重點還是你要操作得順 你要一檔 賺完一檔再接著一檔 你要強勢股一檔接著一檔 那這樣子當然就魅力無法擋 那賺起來速度才會快 所以到過年前 有很多這種類似的賺錢的機會 很有可能一出手就是漲停板 而且搞不好一漲就是兩三個 後面你說要賺個兩三成 那個機會都很大 所以只要用三三的一個策略 三成一次 三成兩次 三成三次 就是一個倍數的活力 所以或許有人可能過去這一個時間 可能有累積的一些虧損 或者你避開了 你收穫滿滿 這邊打算再賺點玻璃 從現在到過年前這個方法 你賺起來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賺五成到一個人的機會 所以我就說 自己的年終 我們靠自己賺 你不曉得怎麼賺 你沒有時間做研究 你不懂得怎麼選強勢股 你也不曉得明年的趨勢在哪裡 你也沒有時間沒有資源 去研究所有公司的財報 那最簡單的方式 你跟著我 我來帶你賺 你跟著我 我來帶你賺 所以你只要付出很小的負擔 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就推出今年只有這麼一次的 一個月的最低負擔的 最大的優惠的專案 就是要讓大家 看我節目可能很久了 對我很有信心 那現在機會也來了 如果說是10月份的時候呢 你來找我 我會沒有辦法幫你賺錢 除非我們是放空 因為沒有什麼行情 每天什麼股票都在點 但現在就是什麼股票都準備要漲的時候 你要趕快來找我 利用一個月最低負擔的 這個最大的優惠專案 花最小的費用 來創造出最大最大的獲利 這是最大的槓桿 花最小的費用 來創造出最大最大的獲利 所以自己的年終自己賺 不曉得怎麼賺的 你來找我 今年只有唯一這麼一次的 一個月的最低負擔的 最大優惠專案 只要打電話來 通通都有 打電話來 通通都有一個月的 最低負擔的最大優惠 等會兒再聊 小股票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漲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點到下午一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中文字幕提供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好 欢迎回到现场 因为我要帮大家赚今年的年终奖金 但时间剩下已经不多 就剩下大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要把操作的绩效拉到最高 你就要用最有效率的操作的方式 就像我说的 你要强势股一档接一档 赚完一档 你要赶快接着下一档 当一档强势股冒出头来 你赚到之后 要赶快转到下一档 正要冒出头来 正要往上涨的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只要你操作的顺利 三档 四档 五档 六档 这样一路赚下去的话 到过年前 你恐怕可以赚到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美容奖金 所以你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 操作下去 比如说 昨天 新布局的紧缩 尾盘收涨8.6% 强力收在最高点49块半 这也是 一转金就赚钱 就大赚 今天早盘 冲到52.2元的新高 可惜尾盘拉回 但这很合理 因为 连续过两条均线 半年线跟年线 这一边出现了 15000这样大量 势必要做一次 大量的积极的换手 换完之后 如果未来这两天 再过今天的 这个52.2元的高点的话 那可能就跟南电一样 股价就一去不回头 为什么 因为ABF的载板 目前已经确认是缺货涨价 明年至少还有10%的一个涨幅起跳 它的毛利率 EPS都强于南电 但是南电目前的股价都还比较高 涨幅 目前的涨幅远高于它 所以涨幅远远落后 开始启动落后的补涨 所以今天是大涨完之后的 第一个最重要的换手 换手完成功之后 后面涨势将会加速 所以年底我想会有很多 类似这样的标题 它会非常的强势 但是重点是你要抓住 那个轮动的 那个节奏 那个架构 才能一档接着一档 再来还有一档新的布局 是花仙子 那 它的产品 有屈城市 有大家 可能很喜欢石油的好绳托 被它买下来的 所以 财报非常好 是一档财报的大标 今天盘中也创了64.9元的新高 盈利率也是一样 从9.5%跳升到14.9% 这个增加幅度相当大 EBS从第二季的1.03 增加到1.53元 所以单季的获利创了新高 11月份的营收 月增了8% 再创历史的新高 所以你会发现 我帮你挑的 真的就财报上 业绩上 都是无懈可惜的股票 第四季呢 获利上看两块钱 全年上看5.3元的获利 以传产股有这么高 成长跟获利 照理说都是20倍的本益比 所以合理上来说 我认为它的股价是超过5成以上 但是当然我们不会那么弹心 我们就是赚它中间一段 涨的速度非常快的那一段 因为我要赚什么 我要赚的是 强势股一档接一档的大行情 如果每一档都做得顺的话 要赚一倍不是问题 所以年终奖金呢 我们自己赚 自己的年终自己赚 今年只有这么一次的 唯一一次的一个月 最低负担的最大优惠 可以用最少的费用 来赚最大的获利 一个月最低负担 打电话来 通通都有 把握这个机会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